欢迎回到BOA温室的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您现在收看的是时事大家谈 我是萧寻 美国著名晚间新闻主播布莱恩·威廉姆斯 因为夸大他在采访伊拉克战争期间的一段的经历 不仅导致他本人的公信力坍塌 同时也强烈震动了美国的传媒业界 引发了一场反思讨论 那么在此之前呢 威廉姆斯已经是排名第一的美国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 也是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巨星 因而也有人甚至认为他的谎言 是对美国的这个新闻公信力的考验 在公开承认错误之后 得到的不是公众的同情 而是铺天盖地的无情的嘲笑 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 我们就来谈一谈 为什么一位新闻主播的个人的问题 会引发业界以及公众如此强烈的反应 那么在美国人看来 新闻有着什么样的神圣的特质 同时呢我们也会对比来谈谈 中国的这个媒体人和公众 对新闻的态度与美国人有何一同 是 而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讨论 一位呢是和我们一起在影博士里面的 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 龚晓夏博士 晓夏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 他的网名是北风 温云超先从纽约透过Sky 参加我们的讨论 温云超你好 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 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 可以拨打400-120-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 威廉姆斯这件事情 很快地讲一下 他2015年2月4号 就两个星期之前呢 他在全国广播公司NBC的 他主持这个Nightly News 晚间节目中 对他在此前 也就不到一个星期之前 1月30号的时候 节目中说 讲了一段 他在采访伊拉克战争时期的 一段经历 做出了更正 他在那次节目中说 他当时呢 2003年在采访一战的时候呢 乘坐在一架美国的 这个齐努克直升机 就是那种有两个 有选讲的那种大型直升机 那么这个直升机呢 被这个叫什么 火箭推进榴弹给击中了以后 被迫降了 那么他的意思是说 他本人坐在这架飞机中 但是后来呢 他说这个话呢 遭到当时 就是坐在这个飞机上的一个工程师 就公开的 对他说的这一段往事 提出了质疑 就是说 他坐那个飞机是过了一半小时以后才到的 不是被击中了一架飞机 那么他呢 看样子也不是 这个 自觉地出来认错 而是 在别人指出来了以后 他出来道歉说 哎 这也是口误 错了 但这个事情呢 引起了渲染大波 那么接下来 第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小夏 我们这个威廉姆斯呢 三大电视网的这个晚间节目新闻中呢 他是排名第一 他呢 据这个尼尔斯这个收视统计 大概在去年同一时期的时候 他的这个每晚的这个收视人呢 收视率 收视人数大概有1100万人 这个 他这个地位实际上是不可撼动 其他的这个新闻主持人是 只能望其项面而起 但是呢 他因为这个丑闻之后呢 NBC的这个nightly news 晚间新闻的这个收视率 一下就流失了70万 那么这个 他 我们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他当时 为什么会 说这么一个 谎话出来 其实呢 这个 说回来的 这只是一个吹牛吹过了头的事情 但是看起来 这个美国公众不管这些 不理这一套 这里有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是什么呢 是美国 我们就说 美国电视广播业的鼻祖 应该这么说 爱德华默罗定下来的 爱德华默罗当时什么 他二十大战的时候 他是广播记者 他当时啊 就欧洲打战 欧洲战争 美国人 那个 还不太知道情况 他在伦敦现场 通过广播 给美国人 报道这个新闻 比如说 我就站在楼顶上 德国飞机就冲下来了 所以他是 就是建立了这么一个传统 后来他是CBS的 那个节目的主持人 做过美国之音台长 对 晚间新闻 因为晚间新闻 是美国电视新闻中 最重要的新闻 那么晚间新闻的 这个前提就是 你不能有任何偏颇 你不应该有任何 这个事实的错误 那么对于这个 威尔姆斯来说吧 他主持那个晚间新闻 收视率非常高 一千多万美国人 根据他来得到他的信息 那么他说任何一句 不实的话 谎言 尤其是跟报道有关系的 这么一个不实的谎言 那么对他的影响 公信的影响非常大的 而且他不是一时的口误 他这个说法 就是他自己亲身经历 那么这种被炮弹击种 这种事不可能记错的 是不是 那么显然是谎言 后来人民又质疑 他另外又发现一些谎言 比如说 那个当年卡特利拿 飓风的时候 他说他看见这个 他看见这个尸体在河上飘 他是如何如何 那旅馆的人说没有这个事 我们当时没有这个情况 但是呢 他的整个报道 整个信用就受到质疑了 因为还有一个 他美国这个新闻主持人 他兼有一个头衔 就是他叫Managing Editor 就是他是这个总编 他是管理式的编辑 也就是说他是记者 他不是亚洲有很多国家 就喜欢有些谅载出来 就是说他是 大家知道是 就是他的嘴来读新闻 就新闻读新闻 但是呢 美国这个民主持都不是 就我们知道这个 几年前也出过一当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知道 Dan Ruther 就是Dan Ruther的这个搭档 就是华裔主持人宗宇华呢 也是因为这个 当时采访这个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金里奇的母亲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 他当时说呢 事先不播出 但是这个 不是他这么说的 他怎么说的 当时他跟他母亲这么说 就是因为 Just between us 英文就这么说 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 那么对于 就是每一个 我们在美国做新闻 都知道有一个规矩 就是你跟我谈话 它叫off the record 就是说不在记录之上 那么你是绝对 绝对不能用的 那么他这个说 就是在我们两人之间 也就是只能保持在 你们两个人之间 所以呢 你一旦出来之后呢 就是这个大新闻主播 他的地位都会没了 其实他的搭档也出了 后来也是因为 这么丢的工作 他的搭档 丹拉社其实非常好的记者 当时打越南 打阿富汗什么 他都在是当时的战地记者 但是他就因为去报 那个布什总统 福兵义的一些记录 和高校的 高中的记录 报的不实 其实还跟他没关系 他底下的人做的 结果他为这就丢了工作 那我请教一下北风 北风我们刚刚听到说 今天不管是个新闻记者 或新闻主播 不管是在面对观众的时候 或者是面对他的采访者的时候 其实这个信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不管是说 受访者所说的东西 你一定要这个坚实的采信 或是off the record 不能够采用 或是对于观众 你必须告诉他真正的真相 那对于美国这一次 美国的公众 这一次对这个威廉姆斯 这么大的一个反弹来看 他们对于新闻从业人员的信任度 是不是还是要求一个很高的标准 还是说在这一次之后会有所下降 这个我想毫无疑问 那从民调的 从调查结果我们也看到 将近有100万的听众 因为这件事情而流失 这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其实观众 对晚间新闻主播 和他这个职位所象征的专业性 其实包有很高的期待 特别是对于这些 新闻专业性的要求来讲 对于美国公众来讲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挑战的底线 特别是又涉及到一个个人的诚信 他这种个人诚信 又代表一种专业的准则的时候 并且刚才小夏老师也提到过 特别事发之后 威廉姆斯用记忆出差 类似的字眼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我想这是很多美国公众 不能接受的 也是很挑战他们心理底线的事情 那么小夏老师再问一下你 你认为这个美国公众 怎么样看待新闻 还有新闻的操守 新闻就是给大家讲实话 就是说我把你们 就是公众应该知道的事情 告诉你们 这就是新闻 非常非常一个真实的记载 所以新闻里有假新闻的话 无论是大媒体小媒体 都是要出问题的 那么我们记得当纽约时报 有一个记者 就因为抄别人的文章 就被开掉了 这也是纽约时报的名牌记者 那么就是美国的媒体就分两种 一种就是说是正经的媒体 那么就是不去报那小道消息的 有一批呢 就专门做小道消息不准确的 那么他自己他就叫Tabloid 他这些媒体他就说 我反正是不准确 我是公众娱乐性的 那么其实娱乐性的媒体 就包括就是说 像这个People 就是人物这种杂志吧 他也得非常非常准确 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准确 这也是我们在这做新闻 就是美国之音我们要求 这样宁可不那么好看 宁可晚一点 也不能不准确 我记得当年 我们那个王立军事件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是王立军 还在美领馆的时候 我们就接到消息了 可是我们一直就没有报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办法证实 这消息很快 而且当时还有就是 当时还有这个当地的居民 给我们传的照片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证实 没有两个来源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够公布这样的事情 对 好的 那个温先生呢 您在这个中国从事传媒业 多年资设媒体人了 那您来美国这段时间以后 据您自己的观察 还有一个理解呢 您对比一下 看一下 我们知道在美国呢 美国人对新闻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还有法律方面 来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好 或者是这个新闻从业人员的 这个职业方面的安全 比如说他拒捕向政府 这个透露信息 你政府也没办法去强迫他 去做这方面事 那么在中国 当然在这方面 法律制度方面 是有一些这个差别了 但是这个公众方面 对于这个媒体的看法 还是传媒业当中的这个传媒人之间 有没有一个共同坚守的 这样一种 不成文的这样一个信条 其实在中国的媒体界 我想说谎才是传统吧 当然后来随着市场化 有一些比较尊重新闻 专业准则的一些媒体 也会把新闻的真实性 当成一个对自己的要求 或者是当成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准则 但事实上这个显然不是中国 现在媒体的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刚刚发生过几件事情 就是说跟新闻造假有关 并且这个新闻造假的机构 来风可不小 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 在巴黎爆炸案当中 那记者显而易见的去编造了 采访对象的不实的信息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日报 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份英文报纸 甚至冒用美国记者的名义 来撰写文章 来赞美中国的体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种中国的媒体 当然它作为党的喉舌 它这种谎言 其实跟它的政治实质是一样 我们知道像威田政治 它谎言是它的基本特征之一 所以在中国如果谈新闻专业 其实是一件 新闻专业性 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特别是我们看这次威廉姆斯的事件 我特别到微博上去搜索了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凡是中央级的媒体 没有转发这个新闻的 或者他们觉得会有点不好意思 我很难去猜测 但至少是看不到 他们转发那条新闻 我要补充一句是 这个信用是很贵的 你知道 威廉姆斯的年薪是1000万美元一年 它现在是被停职6个月 也就是说它损失是500万美元 小夏我现在想请教就是说 当然在中国它的新闻的这个操守 或者它的准则是受到国家的影响 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或西方 其他比如新闻自由的地区 它很容易受到所谓的收视率的影响 市场影响 对市场的影响 希望说能够做出一些更夸大的 戏剧化的或者是能够吸引观众 就才会有广告收益 所以威廉姆斯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像有很多不同的媒体 有都类似的情况 例如说日本在上次那个 核灾跟海啸的时候 日本人明明就是乖乖在排队领物资 但是有西方媒体就报道说 日本人什么在抢啊 打起来啊 打砸抢 结果反而有日本的这个路透社的记者 很不高兴而去报道了真实的情况 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巴黎的爆炸事件之后 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 那个福斯新闻网的主播 说了说巴黎有很多地区是 这个非穆斯林不能够进去的 一个不实的言论 结果遭到了巴黎市长 以及巴黎市议会 现在要来告这个电视台 所以是不是在一个 收视率挂帅的情况之下 这些西方媒体都会忍不住的 把事情夸大化 或者是说戏剧化呢 其实我觉得倒不见得 就是说西方媒体现在这个 新闻节目分成两种 一种是不带倾向的 那就是事情就报事情 一种是带倾向的主持人 就名嘴来谈 那名嘴都是非常有倾向的 那么我就说 像刚才福克斯电视台的 他们那个 他们是说这个话 不是主播说的 而是说他的客人说的 比如我是你的客人 所以这种谈话节目 现在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 从这儿来找到他们的新闻 这是因为谈话节目中的倾向性 经常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所以这个我倒 但是很有一个基本的 即使是这种谈话节目 出现事实的错误 那都是要道歉的 就像刚才那样 那么哪怕是客人说的 那事实上的错误 那还是福克斯新闻 还是道了歉 所以这种情况 就是说一个是有倾向的会 但是呢 违背事实是不行的 好的 我们现在有一位 这个听众 观众打电话来 我们请北京的田女士 来发表您的意见 或者提问你提 田女士您好 您好 请讲 我觉得 公众人物 对 女生的一个 也论 就应该 听爱 田女士 昨天说 这个听众报道出去了 那后果我们不择 而观众和听众 田女士 人的电话 断断续续的 实在是听不清楚 您是不是把那个听筒拿起来 还是您用的手机 我们再试一下 请讲 就是那个说 它的连线不大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现场讨论 那么 温先生 刚才呢 我们就谈到了 就是关于 请你谈了一下 就关于这个中国的 这个传媒业 有没有这样一个 共识 或者操守的一方面 法律方面 有没有这样 一方面的共识 那么另外一方面 刚才小夏也谈到 就说是 还有要一下下来 谈到了一个商业因素 在其中起到的 这样一个作用 知道这个中国社会 前些年开始呢 就有很有趣的现象 除了这个政治上 控制非常严以外呢 在这个商业方面呢 也有很大的一个驱动力量 在后面的推动 那么后来 就这两种 这个制约 或者是推动力量吧 它把这个中国的新闻 现在 推向了怎么样一个 境地 或者是 怎么样一番景象 其实中国在 中国传统的 就官方所要求的 所谓的马列主义新闻观里头 其实他们是把党性 放在更高的位置 也就是说 首先媒体要遵从党的 宣传的要求 这就我们可以看得到 像在新闻联播当中 充斥大量造假的新闻 例如经济方面的成就 老百姓对社会的满意度 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个是显然意见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中国过去的 十多年当中 中国媒体的市场化 这个 它对新闻的这种 专业性的要求 其实是带来了 很多正面的影响 例如像 曾经的南方报系 他们就是以这种 新闻的真实性 作为他们的一个号召 然后他们也是曾经 取得很不错的口碑 当然最近两年的话 因为整个官方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他们在这方面 可能也不得不 跟随官方的调子走 但是我们看到 中国的媒体 其实在市场化的 和商品化的大方向下 其实它两方面的影响都有 有事实新闻 但是也有专业性 得以体现的 这么一个好的现象 我想这方面 其实也可以分开来观察 那北风我想接着请教你 在中国现在的新闻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其实 世界上有很多的新闻记者 是愿意冒险犯难的 像我们知道最近 被这伊斯兰国 这个给杀死的 这个日本记者呢 他就是为了 要到叙利亚本 当地去报道真实的情况 而被抓走 最后比较有这个悲惨的命运 那在中国的新闻情况之下 能够培养出这样的新闻人吗 我想在中国 当然培养这样的新闻人 可能性其实是很小 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被杀害的那位记者 他们他其实个人 是一个独立记者 他并不受任何的机构雇佣 但是在中国当下的法律 和经济条件下 其实是很难产生 这样的新闻人 他们如果做 类似的调查报道 或者是负面报道的话 他很快会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 甚至被以司法的手段对待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你几乎见不到 有任何独立色彩的记者 或者是媒体机构出现 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说社交媒体 对官方媒体的冲击 还是非常大的 最近有几次官方媒体的这种造假 包括像央视的这种造假 都是被首先 在社交媒体上得到被揭破 然后再有其他的一些媒体 跟进的话 我想这个反过来 当然会对官方的这种 尊重党的宣传口径的这种媒体 是一个制约的因素 但是我觉得大环境 只会越来越差 而不会像有日本那样的递者出现 是 我记得在这个之前呢 就是记得那位美国籍的 当时是给英国《泰晤士报》 做记者的这个Mary Corvin 还有这个法国的摄影师 这个雷米 奥奇利克 他们是在2012年 在叙利亚的时候 采访的时候被炮火击中打死的 当时呢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因为这个科尔文 她是独眼女记者 她的形象也很特别 但她的经历也非常的传奇 她对这个新闻本身的 这样一种执着 还有这种信念 就让很多人非常尊重她 我注意到中国的媒体上 中国社交媒体上 其实有不少的这个新闻人 她也表达了非常强烈的尊敬 就是说 我也就是想表达一点 那个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中国就是在专制体制下 经常有一些 真是为了一点点 只是说一点点话而遭到 就付出这个生命 或者是各种非常沉重代价的记者 我想中国老一代媒体人都很熟悉的 刘斌燕先生1956年 就是为了写那么一点点东西 而就是20年的右派 他20年的生命就被埋没在那里 还有很多后来像王若水先生等等 这是老一辈的 那么我们可以更说一的老一辈 像楚安平先生 最后的死无所终 就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觉得中国有非常多 很勇敢的记者 我们这些年也都能看到 就是说 尽管是官办的媒体 尽管是官方控制那么严 但是他们还有很多新闻人 就尽量能够挖出一些 就真实的状况 尽量能做一些南方报戏 当然这个方面是做的 应该是在中国比较领先的 那么我有时候觉得 反而是一个政权比较专制的时候 会有一些非常勇敢的人 愿意通过各种的媒体手段 来揭露出一些非常 就是非常被掩盖的事实 这一点我想 中国的很多新闻人 我是觉得表示愿意致敬 因为时间也不多了 最后想问一下这方面问题 就是关于一个新的媒体 刚才北方先生也谈到了 这个新媒体 对这个新闻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看到这个网络媒体 新媒体出来以后 已经对纸媒构成了致命的打击 美国有些报纸已经关门了 或者是改成电子版了 现在时代 现在也不硬了 对不对 那么对电视其实影响也很大 那么就像这NBC 晚间新闻这样的老牌的 这个电视新闻节目 也不像以前 从前那样子的 就比如说每天晚上到了六点半 七点钟 大家都坐到这个沙发上 你就看你这个新闻了 现在接受新闻方式非常的多 手机就是最普遍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这种新的传媒 在铺天盖地的影响之下呢 您觉得对这个新闻的这个本身 本质啊 新闻人这个 关于这个公信力啊 这方面的这些 原来所具备的一些 非常特有的这个特质 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本质上是不会的 有时候手段上会 比如说你通过新媒体 就非常快 那么我举个例子说 好 如果是大火 报到一个什么 那么以前你说 要等24小时印出来等等 是不是 那现在我现场 就可以都播出去了 但是同样 你还是要得播一个 得做一个现实的 就是说符合实际情况的 不能说乱编乱造 而且社交媒体 给这个媒体专业媒体人 带来特别大的压力 就在这说 那个现场的人不是你一个 而且每个人 都可以是媒体人 那么你的专业反应在哪里 你比别人好在哪里 你的观察在那里 现在是就是说打个仗 也有很多人在那 什么事情就说 出过什么事 都有很多人在现场 所以这里头呢 那个媒体的训练 你的观察的角度 你的能力 你寻找新闻的这个特点 等等等等 这就使得那个 就是媒体人的 对媒体人素质要求更高 那么另外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就说 这些 现在这些媒体人 那个很多 因为媒体 新媒体转得非常快 那么对于做深入报道呢 那种就是专业性的要求 其实是更强的 我们还有一个观众 拿来电话 我们先来听一下 湖南李先生 你有什么问题或者看法 请讲 李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主持人嘉宾 新年好 新年好 我是一个福南的农民 曾经那一年 做了五代害 但是我们那个国家 所有的媒体都不敢报道 就是别一样 是那个 标准访谈的 骗地 决定 帮人制 采访报 都合适了 实在都不敢报道 还有就是我们地方 现在 有一个世人大代表 叫斯汉高 他呢 长期把那个 健康的 现场的物学 不好意思 湖南李先生 因为您可能跟我们 要谈的今天的话题 是不一样的 您并不是针对 今天这个 新闻自由 新闻专业的部分 来报道 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您可以写电邮 给我们 然后我们会在里面 再相加的报道 那我最后 想请教一下北风 因为刚才也提到说 这个新媒体的运用 那我们知道 这个新兴的媒体 社交媒体呢 还有这个手机 等等的应用程序 创造了一批 很新的公民记者 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批公民记者 在美国 以及在中国 可能造成的影响吧 我想他们 对传统的新闻业 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就像刚才 我们看到的 威伦姆斯的事情 他也是在脸书上 被一个经验师质疑 然后引发了这场风暴 我想就是说 对于这种公民记者 或者是社交媒体的 这种新闻播报 对于传统的 专业记者 一方面当然有 小夏老师所说的 会让他们有 追求更高的专业性 提供更高质量的内容 来征服读者 但问题在于就是 就像刚才 小夏老师也提过的 一个例子 当社交媒体 满天飞 都在说王力军 在美领馆的时候 你还去找 第二个消息来源 这个未免就很多时候 为专业主义所拖累 以后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市场 可能会把你抛弃 因为大家都觉得 什么事情 你都晚一拍的话 我为什么要看你 我想这是传统的媒体 他们在面对 社交媒体冲击的时候 他们很难回避的 一位问题 问题不是来自于 专业性和内容 而在意就是 观众的 获取信息的方式 发生改变的时候 自己的市场份额 能不能继续保持 我想这个很难回答 这个问题 我当时就这么一个 当时不是蛮 当时我们最先知道的 媒体上还没有的 社交媒体上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微博上 当时有很多的 这种照片呀 什么发出来 当时还没有 大家不知道 是什么 我们知道的时候 还在这之前 先生很有意思 他这个观点 就是说的 看这个于是拒继 但是呢 新闻的这个 我本人看认为 这个新闻本身的 应该具有的 这个真实性 还有权威性呀 这种是应该秉承的 但是您觉得这种 现在这铺垫概率的 网络的这个 来源也很多 这个你很难 有时候很难去证实 就像你刚才 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就是说 我自己作为 大概我是 不是真的记者出身 我当记者 但是我是学者出身 我就觉得 新闻媒体啊 有责任去做 更多的深入报道 而不是扶皮疗草的 表面的东西 有更多现场的报道 深入报道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我们最后还有一位 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 广东的朱先生 请您很简短的 发表您的看法 朱先生 喂你好 请说 我认为就是在目前 在新闻媒体这种环境下 然后在中国和美国 还是自己知道 因为中国 它是不能控制下的 这种媒体 你像它有打报 所以说新闻媒体对 平面媒体对 是有一个冲击 在中国跟美国实际上 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就是说 在目前的这种媒体之下 新闻媒体对 党报党干的冲击 去事与安全应该是 会很长时间 好的 谢谢广东朱先生 您的评论 小夏你最后 给我们总结一下 刚刚朱先生的问题 也认为说 新媒体对这个共产党 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已经造成了 这已经造成了 我觉得就是说 在共产党这种制度 或者全世界任何的 专制制度的 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的支柱 就是它要控制信息 和控制资源 那么当新媒体 就是这种造成你这个 没有办法控制信息的时候 那么这种 以党专制的统治 是要受到威胁的 其实政府好像 都有想要控制 这样一个欲望 我们看到 最近好像在美国 也有这方面的事情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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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北风 最后请你再谈一下 您觉得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这么说 在美国呢 在之前也提到了 就是说 对于这个新闻公正性 有这种公众的这种监督 还有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保护 那么在中国呢 是政府是试图在 控制一切 您觉得这个公众的 利用这种新媒体的方式 能不能改变 我想在过去几年当中 这种改变正在发生 但是最近一年来 特别是2013年8月份之后 其实中国的社交媒体 被政府打压得非常厉害 以薛蛮子被抓为代表 其实这种监督作用 已经大大削弱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官方 它对互联网有两个策略 一个叫占领 一个是重复 不断灌输 他们自己想要灌输的东西 所以我想在大的趋势下 并且我也相信 未来可能还有更新的 类似于Twitter 微博这种出现 对政府的这种 官方的媒体的宣传的制约 肯定会越来越大 但是目前来看 还是处在一个低潮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呢 关于这个美国民主播 谎言毁的是自己的声誉呢 还是媒体公信力的讨论 那到这里就结束了 稍后呢 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过年回家期间 经常面对这个亲戚 还有父母询问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应该如何回应 休息一下 马上回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